他在經典賽中對上義大利通出了追平的2分全雷打 對上荷蘭的時候 集出了滿貫全雷打 帶領中華隊拿下第二勝 也因為他的好表現 大家也因此把他從逃兵張玉成變成國防部長 在今年回歸中址 成為了富邦漢將的壯元郎 這個月薪甚至有可能成為史上最高 前陣子中華之邦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張玉成決定回台灣打球了 那在6月底的中址選秀會上 富邦漢將也順利挑走了張玉成 那張玉成也成為了今年的壯元郎 那提到張玉成 大家對他最有印象的就是2023年的經典賽 那張玉成除了在2023年的經典賽有好表現以外 他其實在美國職棒大聯盟也創下非常多台灣人的紀錄 他在旅美的過程中啊 在大聯盟總共出賽了5季 那張玉成除了出賽235場比賽是台灣人最多以外 他的全雷打數 包括單季9轟 總共累積20轟 121隻安打 24隻二雷安打 79分打點 也都是台灣人最多的 那他也因此成為了台將四冠王 但其實張玉成的棒球路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還要順遂 一路上他其實經歷過非常多身體上的傷痛啊 或是心理上 因為自己個人離鄉背井去美國發展 難免都會覺得孤單 而且他在大聯盟的成績其實也都是起起伏伏的 非常不穩定 更重要的是他其實在打2023年經典賽之前 他還被網友稱為二兵張玉成 逃兵張玉成 那到底還是怎麼從這個二兵張玉成 逃兵張玉成變成我們國防部長 三軍統帥的張玉成呢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聊聊張玉成的棒球故事 那張玉成呢現年29歲 出生於台東縣 那他的手背位置呢是內野手 他的家境呢從小就不是特別好 但他的家庭其實也算是棒球世家 因為大哥張靖德現在效力於富邦漢將 二哥張成俊也曾經效力於富邦漢將 他的五弟張偉勝現在效力於統一師 所以他哥哥跟弟弟們都有在打棒球 那張玉成呢在2013年高中畢業之後 他就跟美國職棒大聯盟的印第安人 簽下了小聯盟合約 所以張玉成從高中畢業之後 他就前往美國巴探了 那在2017年的11月 他的旅美生涯首度進入了大聯盟球隊的40人名單 但此時的他並沒有任何的上場機會 他只是進入了大聯盟的名單而已 那在2019年的6月28日 是他生涯首場在大聯盟的初賽 那他這場初賽呢其實也是我們台灣 第16位登上大聯盟的選手 那他在同年2019年的8月26日 他集出了大聯盟生涯的首安 那他在同年的9月10號 他面對天使隊 集出了大聯盟生涯的首支拳雷打 所以你們看大聯盟到底有多競爭 他在2013年的時候他就已經赴美發展 他到2019年才有機會可以站上大聯盟這個舞台 中間他熬過了6年多真的非常不容易 到了2021年4月2號 他開幕戰面對底特律老虎 他成為第一位在美國職棒大聯盟開幕戰先發的台灣野手 這真的非常不容易 台灣野手要能夠在大聯盟開幕戰擔任先發 真的非常不容易 雖然他當天表現並沒有太好 兩個打數林安打 但這也算是一個非常特別也很厲害的一個紀錄 那他在同年6月17號的時候 他集出了兩分打點的全雷打 那這個全雷打其實也超越了胡金龍 成為台灣人在大聯盟全雷打總數 還有大聯盟打點總數的領先者 那他在2021年8月25號的時候 他的大聯盟的總安打數也超越了林子維 成為台灣人在大聯盟的安打總數的領先者 那他在同年的8月26號 他連續兩場比賽開轟 成為第一位在大聯盟連續比賽中集出全雷打的台灣球員 所以他其實在2021年這個球季 他角出的成績其實非常的亮眼 那他在這個球季中其實也破了非常多項的紀錄 成為台灣的紀錄保持人 那命運卻跟他開了一個玩笑 在2022年的球季 他並沒有像去年一樣順遂 照理來說 以張玉成在2021年槍打火力的表現 其實真的非常的出色 因為他單季總共角出了9發全雷打 但他卻因為出賽了3場就染上了COVID-19 就是我們當時的那個新冠病毒 所以因此而進入了商兵名單 那他一進入商兵名單之後 一待就是待了一個多月 那直播好像就是這麼的現實 更何況大聯盟 他歸隊之後就失去了他的位置 因為畢竟他離開之後有人來頂替他嘛 那那個人可能比他表現得還要好 那也因此壓縮到他自己的出賽機會 2022年的球季 因為球團交易或是釋出等原因 他總共效力過4支球隊 分別是守護者隊 海盜隊 光芒隊 還有紅襪隊 那他在2023年的球季一開始 張玉成就和美國值邦大聯盟 波士頓紅襪隊宣布簽下了1年合約 那大家這邊特別注意一下 2023年金點賽一開始的時候 他其實是不想參與我們金點賽的 他當時透過他的經紀公司 向總教練林岳平表示 因為2023年的球季 他是他的職棒生涯最關鍵的一年 他需要全心全意的投入春巡 備戰新球季 所以他挽洩了中號隊的徵招 那這個婉拒呢 其實也是為什麼一開始網友 會績笑他是逃兵張玉成 二兵張玉成的原因 因為張玉成在2019年參與亞警賽 取得了體育署補充兵的資格 他並在2020年服完12天的補充兵役 所以他在2023年的金點賽中 張玉成仍然在五年列館期間之內 其實我們把它講簡單一點 簡單來說就是張玉成在這五年之內 只要國家需要他或是國家需要他來幫忙打比賽 他都不可以拒絕 不然就要去服兵役 所以我們那時候網友才會績笑他是 二兵或是逃兵張玉成 但是在後來張玉成經過了蔡奇昌會長 親自的邀請之下 他還是有加入了金點賽的中華隊30人名單 那也因為他這次的加入 台灣人才更認識這位台灣英雄張玉成 雖然一開始很多人都會笑張玉成 可能沒實力啊 或者是笑他逃兵啊 但張玉成他用他自己的球棒證明了這一切 他在經典賽中對上義大利的那場比賽 他轟出了追平的兩分全雷打 中場他還幫助中華隊11比7擊敗義大利隊 那他更於3月11號對上荷蘭的時候 他集出了那一個超前的滿貫全雷打 帶領中華隊拿下第二勝 那你們還記得 只要他當時上壘或是得分的時候 都會以出一個敬禮的手勢 來表示歡呼嗎? 也因為他的好表現 大家也因此把他從逃兵張玉成 二兵張玉成 變成國防部長 三軍統帥張玉成 那張玉成在經典賽中 以7支安打 4成38的打擊率 5成的上壘率 9成38非常可怕的長打率 還有兩支全雷打8分打點的好成績 獲得了最後賽會的A組MVP 還有大會最佳的一壘手 成為我們經典賽史上 入選最佳陣容的台灣球員 所以他真的做到了 他用他自己的球棒還有他的實力 去證明給大家看 那也因為這場經典賽 我相信也讓更多人能夠認識 就是張玉成這位台灣英雄 那看似在經典賽有一個好表現 他回歸大聯盟應該會非常的順遂 但因為跟他開了一個玩笑 他開季子出賽17場的時候 就因為揮棒造成了 左手勾撞骨骨骨折 然後又因為復健太脊造成了二度傷害 除此之外他還有腦震盪的傷勢 所以他缺席了將近兩個半月才回歸球隊 那我剛剛有提到嘛 大聯盟非常的競爭 你一離開可能就沒有你的位子了 所以當然這也壓縮到他自己的出賽機會 那他在2024年就是今年的球季 他和光芒隊簽下了小聯盟合約 附帶春訓的邀請 那他在春訓期間 張玉成受到左腹斜肌的傷勢 然後缺席 那後來復速之後 他在3月的比賽中 接球的過程又與隊友相撞 那檢查之後 他是右肩輕微的撕裂 所以他反反覆覆的受傷 我相信這也是造成他最後決定要回歸終止的原因 那他在今年回歸終止 無疑成為了我們富邦漢將的重元朗 那有人提到說 他的月薪甚至有可能成為史上最高 外界傳到將近兩百萬 我覺得兩百萬是非常有可能的 他已經是非常多項紀錄保持人 那他的首輩美技其實也毫無疑問 我們也常常在大聯盟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所以他不論是長達的實力 或是首輩的實力 都是大聯盟水準的 那我相信他的加入對於富邦漢將來說 一定也會是一個很大的激戰力 因為富邦現在很缺乏一個中心打者 然後還有遊擊 那我相信他加入之後 一定可以彌補這兩個空缺 那終止的投手我只能說真的要小心人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全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 wayn pent out 對